有的初恋诬陷我剽窃他的科研成果 在毕业典礼上 他却公开让我给他的初恋道歉 不是你的东西 为什么不还给人家 确实要还 于是我离开了他的城市 丢掉了求婚戒指 删掉他的所有联系方式 把他还给他的初恋 本以为此生不会再有接触 偏偏六年后的一场研讨会上 他一眼就在人群中看到帮女伴挡久的我 在万众瞩目下 被称作学术界冰山女王的他 哭着问 你就是为了他 才不要我的吗 学校的大礼堂挤满了人 所有人看我的眼光厌无又鄙 我还听到有人小声地说 他还有脸来参加毕业典礼啊 我要是他早就一头撞死了 是啊 果然家境好就是可以为非作歹 他们的话传进我耳朵里 话语中的不屑几乎要把我淹没 当我剽窃苏宇轩科研成果的消息 传到他们耳朵里的时候 他们看我的眼神瞬间变了 没有人怀疑这件事情的真假 因为苏宇轩在他们心中 一直是很优秀的人 他人缘还特别好 而我仗着自己富二代的身份 不仅一直针对苏宇轩 还剽窃他的科研成果 我这么做 都是因为苏宇轩是我女友柳如烟的初恋 面对众人的指指点点 我只能捏紧口袋中的优盘 我刚想为自己说几句公道话 便看到柳如烟和苏宇轩一起走过来 苏宇轩笑着对周围的人说 好了 周一也是一时想岔了 大家都是同学 大家就不要再责怪周一了 苏宇轩的话像是在替我解围 实际上是把我的罪名坐实了 而柳如烟一脸心疼的看着苏宇轩说 宇轩 你就是太善良了 周一这可是剽窃 他这样的小偷不配你提他说话 听到柳如烟的话 我心里疼得不行 看到我悲伤的眼神 柳如烟脸色难看 厌恶的转过头 周一 你少用这么恶心的眼神看着我 好像我对不起你一样 不是我对不起你 而是你对不起宇轩 认识这么久了 我怎么没发现你竟然是这样的人 我的心更疼了 所有人的指责我都可以不放在心上 可是柳如烟的话 让我无法释怀 我和柳如烟青梅竹马的长大 我是什么样的人 柳如烟还不清楚吗 我不想再看他们一眼 转身就要离开 可我刚转身 柳如烟突然叫住我 周一 正好我们都在礼堂 你现在登台给宇轩公开道歉 不然 我失望地看着柳如烟 柳如烟的手还挽着苏宇轩的手 他们才像是一对情侣 果然青梅竹马不如天降 我和柳如烟二十多年的感情 竟然比不过一个初恋 可是 既然柳如烟如此喜欢苏宇轩 为什么还要跟我在一起呢 想着这个问题 我问他 为什么 我的话还没说完 柳如烟便不耐烦地打断我的话 他冷漠地说 你要不公开给宇轩道歉 我们就分手 不是你的东西 为什么不还给人家 周一 做人不要太自私 我点了点头 松开口袋中的优盘 确实是要还的 我转身登台 将优盘交给负责屏幕播放的老师 随后 我拿起话筒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在毕业典礼开始前 请允许我处理一下私事 我要举报苏宇轩 剖窃我的科研成果 还诬陷我剖窃他的科研成果 听到我的话 柳如烟冲上台 狠狠地给了我一个耳光 他大吼 周一 你再胡说八道什么 而我身后的屏幕 已经播放优盘里的内容 上面详细地记录着 我这份科研成果的所有资料 包括详细的打钢 还有一些废稿 这些可以证明我是无辜的 我并没有剖窃 苏宇轩的科研成果 要知道 这些东西可不是随随便便 就能够抄来的 苏宇轩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他满头大汗 浑身都在颤抖着 众人也在证据面前 神色复杂 而我定定地看着柳如烟 如烟 我不是小偷 这份科研成果 就是我的东西 剖窃的事情发生后 柳如烟很生气 他当着同学的面大声 斥责我恶心 骂我是个卑鄙的小偷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 但我怕柳如烟会因为误会而离开我 他向来讨厌撒谎虚荣的人 所以我拼命地找出证据 想要摆脱身上莫须有的罪名 可我看着柳如烟生气的样子 看着我找出来的证据 我突然发现柳如烟 已经不是我爱的那个人了 他变了 柳如烟没有理我 而是心疼地看了一眼苏宇轩 他生气地说 周易 我从来不要求你和宇轩一样优秀 但我只希望你能够堂堂正正做人 不要做出这样坑蒙拐骗的事情 我是你女朋友 我难道还不知道你的水平 为了逃避责任 你拿出这个所谓的真相 是要糊弄谁呢 这个科研成果 一直是我陪着宇轩研究出来 我才是那个最大最真的证据 柳如烟的话 通过话筒清晰地落入在场的每个人耳朵里 我震惊地看着柳如烟 失去言语 柳如烟的父母都是德高望重的教授 他本人也非常的优秀 更何况他是我女朋友 他的话比我罗列出来的那些证据都有用 苏宇轩眼眶通红 非常感动的样子 柳如烟接过我手中的话筒 大意凛然道 周易虽然是我的男朋友 但我不能因为他是我的男朋友 所以包庇他 台下的掌声轰裂 我站在原地浑身发了 这一刻我终于知道 心如死灰是什么样的感觉 柳如烟强制将我拉到后台 他满脸厌烦地看着我说 周易你能不能不要胡闹了 我只是看着他 没有说话 柳如烟继续说 雨萱之前还替你说话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你这样做 你想过没有会给他带来多大的困扰啊 我甩开他的手 胸口疼得让我无法呼吸 这段时间抑制着的情绪终于爆发 柳如烟 我们认识了二十多年 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难道不知道吗 我没有做过 你为什么帮苏雨萱说谎 我没有剽窃他的科研成果 你为什么不信我 柳如烟沉默许久 然后失望地看着我 周易 你现在还在装什么 雨萱有多么优秀我都看在眼里 你为什么会觉得他剽窃你的科研成果呢 他看在我的面子上 不想闹大 是你不领情 我绝望地笑出声 失望地看着柳如烟 自从柳如烟和苏雨萱在一起后 他总是无条件地偏向苏雨萱 但那时我虽然难过 也能理解 毕竟苏雨萱是他男朋友 可是他和苏雨萱分开后 和我在一起了 但依旧无条件地偏向苏雨萱 我擦掉眼角的泪水 停复一下心情 问柳如烟 你那么讨厌我 为什么要和我在一起 其实这个问题 我早就想问柳如烟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柳如烟看我的眼神变得冷漠厌恶 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 我能够做的就是对他再好一点 这样他就会看到我的好 对我有那么一丝温柔 和柳如烟在一起的这一年 哪怕他当着我的面无数次的 把我做好的饭菜丢进垃圾桶里 哪怕他会经常和苏雨萱出去吃饭 哪怕因为他一个电话抛下发高烧的我 陪着他出去旅游 我总是抱着卑微的态度 一次又一次地捧着他 在他冷漠的眼神中 咽下满腹的委屈 这一次我终于忍不下去了 柳如烟听到我的话 有些诧异 而这时苏雨萱出现在后台 他缓缓地走向柳如烟 柳如烟看到他 眼神瞬间变得很温柔 看到这一幕 我终于不得不承认 柳如烟从来没有爱过我 我自嘲地笑了笑 而苏雨萱在柳如烟身边站定后 低声跟柳如烟说 笑领导都来了 有什么事情过后再说 他顿了顿 又开口说 如烟 我不希望你因为我和周易吵架 我宁愿受委屈 我也不想让你难做 文言 柳如烟眼眶眶一红 看着两人狼情惬意的样子 我冷冷一笑 转身就走 柳如烟在我身后说 如果当初不是因为你 我也不会跟雨萱分手 是你利用我爸妈 逼迫我和你在一起的 我本想问柳如烟 说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可是毕业典礼很快就要开始了 我只好按那心中的困惑 回到我的座位上 柳如烟和苏雨萱也跟了过来 坐在一边 两个人亲密的像一对情侣 不知道苏雨萱跟她说了什么 柳如烟低下头 脸上露出娇羞的笑容 虽然我的心已经死了 但是看到这一幕 我的心还是泛起绵密的痛 我不敢再看 我怕我会当场崩溃 可是不管我怎么放空脑袋 我还是能听到周围的人在讨论我 看着他们鄙夷的目光 我不用仔细听 都能猜到他们在骂我 这时台上的校领导 已经结束了讲话 正微笑着看着我 对我说 我的话已经说完了 现在让我代替主持人的工作 邀请我们的优秀毕业生代表 进行离笑感言 校领导的话 让在场的人陷入一片死寂 我下意识地看向柳如烟 只见柳如烟一脸心疼地看着苏宇轩 而苏宇轩低着头 不停地揉着眼睛 见我没有反应 校领导又喊了我一声 周一 我连忙站起身 刚准备走上台 柳如烟愤怒的声音突然响起 周一这样人品低劣的人 还能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吗 是不是对我们不公平 我茫然地看着他们 他们的眼神和柳如烟一样 全是鄙夷和厌恶 校领导也有些不解 周一同学在校四年的表现 我们都看在眼里 她的那份科研成果 对科研发展也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也是经过讨论才定下来的 柳如烟不高兴地提高声音 这份科研成果是周一抄袭宇轩的 你们不能因为周一家里有钱 给学校捐了几栋楼 就这么偏袒她 你们这样做 只会冷了其他学生的心 学校不应该让这样 顾名钓鱼的人出现 我心彻底冷了下来 我冷声询问道 你想让领导怎么做 也许是我脸上的表情过于难看了 柳如烟有些心虚 但她看到身边的苏宇轩 眼神又坚定起来 一字一句地说 你这样的人就应该被开除 柳如烟的话 让礼堂里的学生都激动起来 听着其他人的附和 柳如烟嘴角勾起一抹笑容 嘴里吐出来的话 让我如坠深渊 领导 我知道你是周一的姑父 但你也不能利用职权 给周一开后门了 我不明白苏宇轩有多大的魅力 让柳如烟能够如此地 抛弃自己的原则 可我知道 如果我让柳如烟这么煽动下去 我会面临学校的开除 而校领导 我的姑父也会面临学校的责罚 我猛地走上台 柳如烟 你做得太绝了 见到我把一样东西交给老师 柳如烟脸上越来越难看 直到这份监控视频公布后 她脸上的血色瞬间消失 整个人摇摇欲坠 监控视频里 柳如烟趁着我不在家 带着苏宇轩潜入我家 在书房倒过了很久 两个人拥抱在一起 监控中 柳如烟似乎还有些愧疚和不安 宇轩 才有资本站在你爸妈面前 让他们支持我们在一起 看完监控视频 全场哗然 不知道这一天是怎么结束的 我只知道柳如烟和苏宇轩的脸色 一直很难看 甚至没过多久 他们便匆匆离开礼堂 我回到家后 柳如烟已经坐在沙发上等了我很久 见到我 柳如烟冷笑着说 周易 你很得意吧 得意什么 柳如烟抱着手臂 她愤怒地看着我 你知不知道宇轩很不容易 她是个孤儿 你这样做 害得她被学校开除了 柳如烟气得满脸通红 胸脱上下起伏着 我突然想起来 小学的时候 有个女孩拉着我的手 说我真好看 以后她要嫁给我 那个时候柳如烟也是这样气愤 她抱着我的手臂 大声地告诉那个女孩 周易以后要娶的人是我 我们要永远在一起 如今 她却忘了她的话 坚定地维护着其他男人 我轻轻地说 柳如烟 导致这一切的 并不是我 是你们潜入我家 窃取我的科研成果 也是你们倒打一耙 看在我们从小到大的勤奋 我不把你指认出来 可你却为了苏宇轩 一次又一次地 想要把我网易吐利财 我对你难道不够好吗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听到我的话 柳如烟紧紧地闭上嘴 眼神闪躲 过了很久 柳如烟终于开口 你对我好的话 就不会联合我爸妈 逼我和宇轩分手了 你如果对我好的话 你就不该在书房装监控 你如果对我好的话 你就不该这么做 让我难过 你家里那么有钱 这点名声算什么 大不了你就别往科研这发展了 可宇轩不一样 柳如烟的声音越来越大 听着她理直气壮的话 我只想笑 我对她好 难道我就活该牺牲 我自己去成全她们吗 我家里有钱 就代表苏宇轩 可以随便破坏我的名声 随便往我身上泼脏水了吗 柳如烟还在指责我 而我看着她面目猙獰的样子 只觉得可笑 我竟然喜欢这样的女人这么多年 甚至为了她放弃出国深造的机会 现在想想 真不值得 我打断柳如烟的话 你忘了 当初在书房装摄像头 沈兰婷说这个客户跟我们家密不可分 是最好的合作伙伴 他们忙着对接一些产业 只能让我代表他们 已是我们周家对合作伙伴的重视 其实我明白了他们的想法 他们见我单身太久了 怕我对往事还耿耿于怀 变相地给我相亲了 但我如今没有谈恋爱的想法 那一场爱恋 已经剥夺了我所有爱人的勇气 但我的这些想法 不妨碍我被沈兰婷的美丽惊验到了 沈兰婷是试研究院的成员 把自己打扮得很精致 她得知我在国外深造 眼睛更亮了 她邀请我参加一场的研讨会 我欣然同意 在研讨会开始前 沈兰婷来接我 她虽然穿着正装 可妆容依旧精致 长长的卷发如同波浪一般披散在身后 让她显得无比妩媚 沈兰婷笑着说 怎么 是不是觉得我这样的打扮不像个科研研究员 我摇了摇头 追求美丽是每个人都天性 做科研的研究员也是人 没必要把自己掏进一个模板中 沈兰婷眼里的笑意更深了 这一场研讨会 我全程跟在沈兰婷身边 看着她和那些科研界的大佬们侃侃而谈 我也见到几个老同学 和他们结束短暂的交谈时 他们都不约而同的跟我说一句抱歉 我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 但我并没有放心上 他们也不过是被蒙蔽 沈兰婷在这里地位还挺高 并不是她说的普通小研究员那样 但看着沈兰婷把自己喝得满脸通红的样子 我不由觉得有些怜惜 连忙替她挡酒 那些跟沈兰婷敬酒的人见着 调侃我 看来我们大名鼎鼎的怨花要有主 听到这话 沈兰婷的脸更加红了 仿佛要滴血一样 她摇晃着身子 差点往地上扑 幸好我一直留意着她 眼急手快地揽住她的腰 我刚想说什么 身后突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周易 你回来了 是柳如烟 再次看到柳如烟 我竟然觉得恍若格式 柳如烟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 一路小跑地走到我面前 周易 你当初怎么不告而别 你知道我找不到你的时候有多害怕吗 你这么爱我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柳如烟的话让热闹的宴会厅瞬间安静下来 所有人八卦的目光在我们之间来回切换着 尤其我的手还揽着沈兰婷的细腰 我还能听到他们的讨论 这不是柳如烟吗 我以为她一直都是那副高冷的样 真不可思议 沈兰婷身边的那个人是周易啊 就是柳如烟毕业那年的优秀毕业生代表 柳如烟不是因为苏宇轩和她分手了吗 怎么好像是柳如烟放不下她 我摆了白手 不想让自己成为别人的八卦 也不想和柳如烟再有任何的牵扯 连忙带着沈兰婷想要离开 过去的事就过去吧 我不想多说什么 可我没想到 我的话竟然让眼前这个学术界的冰山女王红了眼 她拉住我的手 周易 你就是为了她 才不要我的吗 眼看众人的目光更加八卦起来 我连忙抽出自己的手 可是却被她死死的抓住 我有些无奈 而我的态度让柳如烟有些慌张 她一直认为我对她死心塌地 可没想到我竟然放下她了 她紧紧地咬着嘴唇 哽咽地说 周易 你能不能不要离开我 她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沈兰婷打断 沈兰婷的目光不善 不能 因为她已经和我在一起了 听到这话 柳如烟仿佛晴天霹雳一般 震惊地看着我 她举起左手 露出无名纸上的戒指 周易 你都跟我订婚了 你怎么还跟她在一起 柳如烟的声音颤抖 周易 你不是说这辈子你最爱的人就是我了吗 柳如烟无名纸上的戒指 我突然想到六年前 被柳如烟伤的遍体鳞伤的我 在父母的劝说下 坐上出国的飞机 临走前 我把我精心准备的订婚戒指丢了 这本来是我打算在毕业典礼那天 向柳如烟求婚的 可发生了这么多事 我也终于明白柳如烟的心并不在我身上 临走前 我拉黑了柳如烟的联系方式 柳如烟说过 不属于我的东西 我要还回去 我向来听柳如烟的话 于是我把她还给她的初恋 想到苏宇轩 我眼里闪过一丝怨恨 远离柳如烟这么多年 我的恋爱脑渐渐消失 对于柳如烟 是不敢想不敢恨 毕竟爱了这么多年 可对于苏宇轩这个罪魁祸首 我还是恨的 一开始我恨她狼心狗肺 挑拨我和柳如烟之间的关系 引导柳如烟犯错 后来我也想明白了 柳如烟的心本身就是偏的 不用苏宇轩引导 可六年后 看着眼前的柳如烟 痛哭流涕的样子 我心里却隐隐感觉到一股厌恶 我想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厌恶她 或许是厌恶她的眼泪 或许是想到那段崩溃的日子 那段孤立无缘的日子 我用力地扯下柳如烟的手 柳如烟 你之前说过 不是我的东西 我就要还回去 听到我的话 柳如烟脸色煞白 但她还是强撑着 又拉住我的手 周一 我不能没有你 不要离开我 我忍不住笑了 柳如烟 你当我是什么人了 你还是不要拉着我了 我怕回头又被苏宇轩诬陷什么 我年纪大了 经不起折腾 听到苏宇轩这三个字 柳如烟收回手 泪眼朦胧地看着我 我内心很平静 虽然我不知道这六年来 她和苏宇轩发生什么事 但看她这个反应 估计也不是什么好事 不然她也不会想起我对她的好 回头找我 我不想跟她说下去 毕竟柳伯父柳伯母是个好人 我也不想让他们难看 沈兰婷看我脸色难看 连忙拉住我的手 离开宴会厅 感受到沈兰婷的温度 我心里突然一软 如果当年 有人在我被千夫所指的时候 愿意伸出手拉我一把多好 这么多年 我每次都会梦到我蜷缩在角落 一群人围着我 张牙舞爪的 我拼命求救 可是没有人愿意救我 离开宴会厅后 我松了一口气 对沈兰婷勉强地笑了笑 谢谢 沈兰婷有些担忧地看了我一眼 摇了摇头 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 身后又传来柳如烟的声音 周易 我不许你跟这个女人走 柳如烟走得很急 还摔了一跤 浑身狼狈 看到我和沈兰婷亲密的样子 她眼神黯淡 我们好久没见了 可以聊一聊吗 我轻蔑一笑 越来越厌烦柳如烟这副样子 有什么可聊的 聊她当初是怎么连同苏宇轩诬陷我 剽窃科研成果吗 还是在我证明自己清白后推翻我的证词 又或者聊她在全校师生面前 对我和孤障落井下石 我是爱惨的柳如烟 哪怕当初我明知道 她心里还有苏宇轩的影子 可在她问我 周易 你是不是喜欢我 能不能和我在一起 的时候 我还是毫不犹豫地点头 飞蛾扑火一般 可我换来的是这样的背叛 我甚至不敢想 如果那个时候没有那个监控 我是不是要身败名列了 甚至我的孤障 是不是也会因为我受到影响 我又有什么错吗 我爱柳如烟 是我的错吗 我又凭什么被他们这样对待呢 那些千夫所指的日子太难熬了 柳如烟从来没有站在我身边 而是和他们一样冷漠地看着我 我从来不害怕别人的目光 我只要柳如烟的支持 想到这 我厌恶地撇了撇嘴 没有说话 见到我眼底的厌恶 柳如烟下意识地想拉着我的手 就像以前 我们还没有闹翻的时候 每次她想要什么 都会拉着我的手和我撒娇 那时候 只要她说的 我都会答应她 可如今我只觉得恶心 我刚想躲开柳如烟的触碰 沈兰婷便抓住柳如烟的手 将她的手狠狠地甩到一边 我们的这个动作彻底刺激到柳如烟 她有些崩溃 哭着问我 你为什么变了 为什么不爱我 为什么要喜欢上别人 我看着柳如烟崩溃的样子 冷冷地说 柳如烟 做人不要那么自私 你已经有了苏宇轩 就不要再来招惹我 你不如像以前那样怨恨我 拆散你和苏宇轩吧 我不想再和你有任何的联系 听到我的话 柳如烟更崩溃了 她无力地瘫软在地上 捂着脸大哭 不是的 苏宇轩骗了我 她做错了事情 被爸爸妈妈发现了 她竟然骗我说是你做的局 我错了 周一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能不能原谅我 可回答她的 是我离开的脚步 我本想研讨会结束后 便回到暗国 可爸妈非得让我再一世再住几天 见爸妈执意如此 我只好再一世小住下来 今天不是我要给沈兰廷送一些东西 明天就是沈兰廷找我说公司合作的事情 没过几天 我就知道沈兰廷父母和我爸妈的心思 沈兰廷也清楚 但她表现得很大方 没有丝毫的局促 我和沈兰廷的关系越来越好 本想她下班的时候去接她吃饭 但想到她和柳如烟是同事 我不想再看到柳如烟的脸 于是只好让沈兰廷来找我 这天 沈兰廷和我去吃戏餐 我贴心地为她将牛排切好 沈兰廷笑着接过来 吃了几口 她突然眼神古怪地看着我 你知道这几天柳如烟一直缠着我 想让我把你的电话告诉她 我连忙摆摆手 别别别 求你别给她 见我慌张的样子 沈兰廷玩耳一笑 她娇称地瞪了我一眼 你不知道这几天她有多烦 天天跑到我面前说你以前有多爱她 为了她什么事情都愿意做 话里话外都在说我横刀多爱 就差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是小三了 我没想到柳如烟如今竟然变得这样 吓得冷汗直流 看着无辜受罪的沈兰廷 我有些不好意思 连累你了 真不好意思 要不你把我的电话给她吧 省得来烦你了 沈兰廷又是一笑 看着她这个样 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你不知道 她可是我们科研院里的冰山美人 现在所有人都非常佩服我 竟然能够让冰山美人融化 她一边笑着一边说话 牛排的酱沾到她嘴角 我下意识地拿出纸巾帮她擦掉 我愣住了 她也愣住了 随后两个人的脸瞬间发烫 就在我们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候 柳如烟尖尖锐的声音突然响起来 周易你在做什么 我吓了一跳 连忙收回手 若无其事地看向柳如烟 柳如烟穿着白裙 站在不远处 难过地看着我 仿佛我和沈兰廷吃饭 我和柳如烟碰面 因为每次看到她 我总能想到那一年 我孤注无缘的时候 柳如烟冲过来 眼里水光涌动 她带着哭腔问我 周易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我看着柳如烟 她还是如此的漂亮 和以前一模一样 可她的眼神让我很陌生 我从来没有见过 她用这样满怀爱意的目光看着我 她看我的眼神永远是仇视 永远是冷漠 如果是以前的我 见到满眼爱意的柳如烟 一定会开心的不得了 可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愿意 将一颗心都捧出来 她觉得好笑 她早干嘛去了 现在知道我的好了 是不是人总是在失去的时候 才知道珍贵 可我已经不稀罕了 我已经不再为了柳如烟的笑容 可以付出一切的人了 可看到柳如烟哭得很难过的样子 我的心还是有些刺痛 我不知道我在痛什么 我很清楚我对柳如烟 没有任何感情 我淡淡地说柳如烟 六年前我就已经逼我自己放下 不爱你了 现在我已经不爱你了 我们都体面一点 不要再联系了 好吗 柳如烟猛地摇头 拼命地说不好 我无奈极了 沈兰廷也很无奈 她不知道我和柳如烟之间具体发生的事情 她只从以前的那些知情人口中得知 柳如烟对我很不好 看到如今柳如烟这么卑微的样子 她也说不了什么 只是她看我无奈的样子 叹了一口气 说柳如烟 你和周一已经过去了 沈兰廷的话音未落 柳如烟便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你在这里假惺惺什么 如果不是你 周一也不会离开我 你这个贱人 听到柳如烟这么辱骂沈兰廷 我再也坐不住了 我站起身 将沈兰廷拉起来 柳如烟眼睛都气红了 她想都不想 抄起桌上的咖啡 颇向沈兰廷 我连忙挡在沈兰廷面前 结结实实地淋了一头 见到我这么维护沈兰廷 柳如烟悲痛欲绝 我抹了妈脸上黏腻的咖啡叶 接过沈兰廷递过来的纸巾 看着失魂落魄的柳如烟 我冷冷地说 柳如烟 我和你分开并不是因为沈兰廷 甚至我离开你 也不是因为苏宇轩 你心里其实很清楚 到底是因为谁 我才离开你的 现在我把事情都说清楚 以后你就不要再来找我了 15岁那年 我想要和你表白 但是你说你只拿我当亲人 所以我只好藏着我对你的喜欢 追随着你来到一大 可是你不知道 我可以选择去安国的大学深造的 为了你我放弃了 但是我从来没有跟你说这件事 我不想拿这件事来绑架你 我看着你和苏宇轩在一起了 看着你因为苏宇轩的挑拨远离我 我也从来不说什么 后来你和苏宇轩分手了 你问我是不是喜欢你 要不要和你在一起 我很清楚你并没有放下苏宇轩 但我还是和你在一起了 他诬陷我的时候 你并没有站在我这边 我也原谅你不知道真相 可真相却是你带着苏宇轩 去剽窃我的科研成果 我看着柳如烟惨白的脸 看着他摇摇欲坠的身子 很下心 闭着眼继续说 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的 柳如烟 是你自己不要 自从在西餐厅把话跟柳如烟说明白后 柳如烟消停了许多 不仅消停了 他还向科研院请了长假 也不说他什么时候回来 而这时候科研院正好是 研究一个项目最忙的时候 柳如烟突然离开 导致所有人的工作量变大 沈兰婷天天熬夜 我只好在楼下咖啡厅内等着他下班 我爸妈说女孩子 不能总是一个人下晚班 其实也不是因为我爸妈的要求 我也想接送沈兰婷上下班 我先让他工作至于能够放松一些 见到沈兰婷一脸疲惫的 从科技楼里走出来 我连忙迎了上去 看到他忙到连自己都没法打扮 我心里只觉得心疼 虽然他素颜也很好看 看他这么累 我心里除了心疼 还有对柳如烟的埋怨 看来我真的放下柳如烟了 竟然也因为别人埋怨他了 这要是以前的我 怎么都不敢相信 我竟然还有埋怨柳如烟的时候 我递给沈兰婷一杯热奶茶 沈兰婷坐在副驾驶上 跟我说今天发生在科研院里的去世 这时他像是想到什么 两眼放光的看着我 我怎么把你这个科研天才给忘了 我真的是忙晕了头脑 拜托周一哥哥 能不能救救急 他双手合十 朝我撒娇 我忍不住的笑了 点了点头 我早就想帮沈兰婷了 可我这六年一直在国外 很多事情我也不好冒昧的开口 身上有诸多的限制 沈兰婷开心的给院长打电话 我原以为这件事还得走很多的程序 但没想到院长很快就答应下来 这个项目有我的加入 进展加快了许多 沈兰婷再也不用每天都忙到半夜 他开始有心情收拾自己 科研院的那些研究员也很佩服我 院长甚至还私下问我愿不愿意回国发展 可我还是犹豫了 因为是对于我而言 是我的伤心之地 哪怕我现在已经不在乎柳如烟了 可我还是下意识地抗拒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给我带来太多的痛苦 大学的时候在苏宇轩有益的引导下 我受到来自同学们的孤立 他们默然的眼神让我十分不好受 我只能跟在柳如烟身边 从他身上汲取一丝力量 哪怕后来真相大白 我不是那个只会全是压人的富二代 哪怕他们也跟我道歉了 可我还是下意识地害怕这个地方 我跟院长说 让我想想 院长也没有逼我 给我塞了一个大红包 我没想到我再次知道柳如烟的消息 是从柳如烟父母那知道的 我和柳如烟分手 前往恩国深造的原因他们都知道了 他们觉得很愧疚 但他们又不敢出现在我面前 三番五次地跟我爸妈询问我的近况 知道我一切都好 他们才放心上 我本来想跟他们说 这是柳如烟的问题 不是你们的问题 可那时候的我心情非常差劲 我非常抗拒和柳如烟有关的事情 所以这六年 竟然也没有和柳如烟父母联系 我已经放下柳如烟了 本想给他们打个电话 跟他们说说话 可这段时间和沈澜停忙项目的事情 一时间也找不到时间跟他们说话 直到柳爸爸的电话打过来 有快六年 我没有听到柳爸爸的声音了 他的声音依旧慈祥温和 但却很沙哑 他说 小易 算了 你最近还好吗 柳爸爸的话题转得太生硬了 我心里头一挤 连忙问发生了什么 在我再三的询问下 柳爸爸终于开口 如烟病重 我有些难过 我原以为我会和柳如烟就这样老死不相往来 可当听到他病重的消息 我还是有些恍惚了 这时候我想起柳如烟 却想到的是苏宇轩没出现前 我们的那些快乐时光 人总是复杂的 沈澜停见我接了电话后一直频频出神 他很担心我 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了 问他 我不去的话 对不起柳爸爸柳妈妈这二十多年来的关心 去了的话 我心里又很难受 去也难受 不去也难受 沈澜停突然抱住我 他突然说起以前的事 你和柳如烟应该都忘记了 但小的时候 我和柳如烟打不架 那时候我跟你说我长大后要嫁给你 柳如烟很生气 和我打了一架 其实我一直都有关注你 你成绩好 长得又帅 你对我当然没有印象 因为我是隔壁学校的 我后来走科研的道路 其实是因为你喜欢 所以我也喜欢 可真当我走上这条路的时候 我发现我真的喜欢科研了 沈澜停叹了一口气 温柔的说 我陪你去看看柳如烟吧 他看出我心中的那个选择 我只是堵着一口气 不愿意低头 我和沈澜停来到医院 看到柳爸爸和柳妈妈 他们老了 头发花白 我看着他们惊喜又愧疚的眼神 心里不是滋味 沈澜停没有跟我进去 他只用力握住我的手 给我无声的鼓励 柳如烟瘦了 他躺在病床上 瘦得只剩下骨头 头发稀疏 他看到我 眼里放出光芒 周易 你来看我了 我坐在他病床边 看着他虚弱的样子 心里突然觉得有些难过 那些怨恨那些不平 瞬间消失了 柳如烟声音虚弱 但是很平和 你不要难过 生老病死是应该的 他贪婪的看着我 像是想把我深深的印在他心里 过了很久 他说 其实那时候你离开市的时候 我其实心里没什么感觉的 因为那时候我心里真的很爱苏宇轩 可后来和爸妈闹翻了 和苏宇轩住一起后 我才发现他这个人不是表现给我的样子 他才是那个自私自利的人 和我在一起 不过是为了我这边的资源 我和苏宇轩再次分手闹得还挺大 还是爸妈 还有叔叔阿姨出面帮我摆平的 但他们一定很生气 所以一直不愿意跟我说话 是我报应 你的戒指我找到了 我想只要我好好保留着 你一定会回来的 他无力地抬起手 手上的戒指闪着璀璨的光芒 他对我笑了笑 沈兰婷呢 把他叫进来吧 你放心 我不会骂他的 我把沈兰婷叫进来 柳如烟看着明媚的沈兰婷 眼里闪过一丝羡慕 他干咳了几声 吃力地把当初我经历的事情告诉沈兰婷 看着沈兰婷眼里的心疼 柳如烟竟然放心地笑了 柳如烟说 这没戒指 就跟着我走吧 这是最爱我的周易留给我的 沈兰婷 我把现在的周易交给你了 当我走出医院的时候 柳爸爸哽咽地跟我道歉 看着他有些勾楼的身子 我心里不是滋味 但也只是告诉他 有什么需要我帮的警管提 柳爸爸说 没事 如烟的哥哥请好嫁了 我和沈兰婷走在街上 看着人来人往 到一处公园 看着盛开的月季 沈兰婷突然说 周易 要不要试一试和我在一起 我张了张嘴 沈兰婷没等我说话 又说 我知道你现在没有勇气爱你 但是我有勇气 我也相信你不是那样念旧的人 他叹了一口气 很抱歉周易 我来晚了 我看着沈兰婷 突然笑了 心中的重担也卸了下来 我握住他的手 不玩 刚刚好